5月29日,中科院第19次院士大会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,我国参与的第二大国际合作计划,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汪远近,英文简称FKA预计2019年开始建设。 大会上,无限评院世界上,FKA是人类起经文史计划建造到最宏大的天文观测设备,会对自然科学和人类当明,做出化时代的贡献。 这个下一代超级设定望远近,作为关切利器,将用于寻找地外文明等中毒宏伟科学目标。 央视报的FKA项目,一,简介,FKA是一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,参与国有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意大利、新西兰、荷兰、南非、英国、中国等20个国家,项目预计总投资预计超过20亿美元。 FKA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,是国际天文界计划建造的世界最大综合孔径设计望远近,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旁大天文设备。 它是多国合作,共同出资的国际大科学工程,全球约20个国家上百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参与项目研发。 FKA项目也计计中国参与热合区别项目之后,参与的第二个国际大科学工程,FKA天线阵律是一图,二线的目的,21世纪的宇宙学仍有很多基本问题极大解决, 例如,基本粒子和基本作用力的本质,宇宙的形成及演化,暗物质的起源,行星系统的生成等。 这就需要天文学家进一步观测早期宇宙结构,即需要建造有更高灵敏度和市场全天速度的望远镜。 不论是地面还是天空,都将有许多新一代的望远镜被减丧,例如,TMT,Alma,JWS,DLISION,FKA也是其中之一,FKA试验场摄像图。 三,设计规划节目前进展,FKA横跨三大洲,极限超过3000千米,和新出的半径在5000米左右,运行费用为每年7000万英镑。 当它全功率运行时,需要二到三个核电站,才能供应所需电能。 这一样耗能惊人的设备,机性能的确比以往的地面望远镜极高不少。 过去的天文望远镜往往是单大独奏,或进行中局部网络,受地域限制。 它们都只能观测新空到很小一部分,许多重要天文事件可能因此未被发现, 而将世界各地的天文望远镜连成网络后,可以更加全面地观测整个星空,减少于耳末网的几率。 此外,在某一重大天文事件发生时,也可通过宽广的观测网络,来抵消地球自转的影响。 利用各地望远镜持续不断的观测,SKA设计图,SKA建设,包括SKA1和SKA2两个阶段。 SKA1建设阶段项目总投入约6.74亿欧元,预计在三年左右建成130台天线。 该阶段为是观测阶段,为SKA2打批量生产、电定工程技术、科学观测等基础。 目前,SKA各成员国正在协商出台SKA天文台公约。 据了解,SKA1建成后,各成员国可以按照出资情况和贡献度爱比例,获得一定的观测时间,可以共享SKA获得的各项原始数据。 SKA1试验场设想图。 四,中国参与SKA建设,在SKA组织向全球发布的,包括基础建设在内的11个工作包任务中,天线工作包是其中最主要、最核心的部分。 在SKA国际大科学工程中,中国一路从跟胖进入领袍,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,开始为世界提供最核心的天线解决方案。 SKAP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,已经五年时间,主导研制出的SKA手台样机,在多个领域综合性能实现全球领先。 从十四所了解到,SKAP是一只精密的耳朵。SKAP包含主部两个反射面。 主板设面是一个15乘以20米的长六边形,有66块区与各不相同。 编长约3米的三角形面板拼张而成,面积达235平方米,超过半个篮球长大。 而三块三角形面板,仅有0.1毫米的精度。 中国研制的SKA手台牵线,SKA将成为地球上最大,最先进的科学设施,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。 美国AVLA的0米度提高50倍,巡天速度提高1万倍。 据专家估计,建成后的SKA,其性能在本世纪至少保持30比50年的领先地位。 读者朋友你怎么看,欢迎评论留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